这个植物人女孩卧床四年竟然意外怀育 每天照顾他的男护工却成了最大嫌疑人 所有人都认为这件事和他没有关系 因为他的取向是男人 也正因为这一点女孩父亲才放心地把女儿交给他 四年的时间里小帅每天都为女孩讲爱情故事 甚至还经常地帮女孩揉搓手指 头发长了还会帮女孩修剪头发 他认为女孩就是他心中的天使 做梦都想让女孩苏醒过来 然后亲口将藏在心里的那三个字说给他听 殊不知现实却让他再也说不出口了 四年前女孩还没有变成植物人的时候 每天都会按时来到舞蹈教室练习舞蹈 而小帅则每天都站在自家窗户边 因为在这个位置 恰好能看到在里面练舞的女孩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每天站在窗户边就成为了小帅最大的爱好 但有一天他正在窗户边偷看时 突然发现女孩的钱包掉在了地上 他认为这就是个机会 立即冲下楼捡起钱包跑到了女孩身边 女孩得知是自己钱包掉了 对小帅的这种行为表示感谢 小帅想要将那三个字说出口 但最后他也只是将小帅当成了一个好心的路人 看着女孩渐渐远去的背影 小帅迟迟的不肯回家 从这之后小帅每天都会站在窗户边偷看 试图寻找女孩再次掉钱包的机会 可机会没有等来 有一天他却发现女孩没有来舞蹈房练舞 为了弄清什么情况 他急忙向舞蹈教室的前台打去电话 结果竟得知女孩由于出车祸变成了植物人 得知此事后小帅一直放心不下 为了更好的接近女孩 他干脆直接来医院应聘男护工 并说出了自己取向是男人 这个小伙明明没有学过护理 却执意来医院应聘男护工的工作 因为他爱上了一个因车祸变成植物人的女孩 起初院长还对他的专业持怀疑态度 但听到他的取向是男人后 他还是让小帅来到了医院上班 为了让女孩尽快苏醒过来 小帅每天都帮助女孩揉搓肌肉试图唤醒他 女孩的头发长了他还会帮他修剪头发 有时候他还会带着女孩一起晒太阳 尽管女孩现在不能开口说话 但小帅对他的爱无法用言语表达 在医院里小帅认识了一位新朋友杰克 他的妻子也同样变成了一个植物人 但他的妻子变成植物人后 他并没有像小帅一样对妻子无微不至的照顾 而是认为妻子这样就是活受罪 甚至有些时候他也不明白自己还在坚持什么 直到遇见小帅后 他的行为才渐渐的有所改变 会带着妻子一同和小帅出来晒太阳 本以为这样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 可有一天杰克却找到小帅向他告别 因为他不可能将下半辈子全部放在妻子身上 他以后还要继续生活 虽然小帅劝他留在这里等等看 但杰克还是毅然决然的说要离开 看着杰克的心意已觉得他也不好再说什么 杰克的离开虽然让小帅很是难过 但他的生活还要继续啊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四年 有一天医生们突然发现女孩好久没来立家了 为了弄清到底怎么回事 医生急忙为女孩展开了全身的检查 结果竟然发现女孩竟然怀孕了 由于每天照顾女孩的都是小帅 他也因此被关进了大楼 这个植物人女孩意外怀孕 照顾他的男护工却被关进了监狱 因为平时和女孩接触的人只有他 十个月后朋友杰克得知了小帅被关进监狱的事情 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 他连夜从外地就出发来到了监狱 没想到就当小帅看到杰克来到这里后 直接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后悔 还说自己现在只想知道女孩怎么样了 为了完成小帅安排的任务 杰克来到了小帅的家中赞赏 没想到就当杰克走进家门后 却发现小帅的家中全都是女孩的照片 很显然小帅对女孩的爱是认真的 就当他像小帅一样站在窗户边 查看对面舞蹈教室时 却发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他还以为自己是出现了幻觉 急忙回过头查看墙上的照片 结果竟发现教室里的女孩 和照片上的女孩一模一样 其实这个女孩就是躺在床上的植物人女孩 原来女孩临盆的那天就苏醒了过来 但他肚子里的孩子刚出生就是个死因 得知这一切的真相后 杰克立即跑到监狱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小帅 小帅得知这件事后留下了欣慰的泪水 因为即使他以后再也不可能见到女孩了 他也感觉此生足矣 次日一觉醒来 杰克被一条语音流言所吵醒 没想到对方却是小帅做出的告别 意识到不妙的杰克立即驱车前往关押他的监狱 尽管他以最快速度赶了过来 但他也没能阻止悲剧的事情发生 原来小帅得知女孩苏醒后 写下了最后一封信选择了服药自杀 但他此生唯一的遗憾 就是没有对女孩说出藏在心里的那三个字 人生短暂请珍惜眼前人 牛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世界